一定啦 那因為大過年 我一定要煮一個火鍋類的 可是我要一鍋兩吃 對 過年到了嘛 就是一鍋兩吃 你先下去吃那些的菜完之後 我們再把它加上高湯下去 再煮火鍋 那到底是什麼那鍋 趕快看你來做一下 我們做一個醬燒雞 蒜頭 先把它丟進來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加上一點點的油脂 而且蒜頭沒有加油啊 有…等一下… 要先加上一點點的油脂 可是你的蒜頭是整顆的耶 要整顆的 一定整顆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下去熬煮一下 所以我們整顆先下來爆一下 讓它先火力上來一下 讓它爆一下 所以像你今天 你現在做這部分的醬爆雞 所以這個醬應該很重要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加了一個很特別的 這是豆瓣醬 黑的豆瓣醬 對 黑的豆瓣醬 這是成年的豆瓣醬 成年的耶 對 你也可以加辣的豆瓣醬 就剛剛紅的那種也可以嗎 對…也可以 那為什麼你會特別挑選 這種成年的黑豆瓣 因為成年的黑豆瓣 它好像類似甜麵醬的那個感覺 比較甘甜對不對 對 它是甘的 其實它這個不會辣 它起來是香氣 對 所以就是如果不敢吃辣的 你就不要選擇辣豆瓣 它有點像硬形的 就是直接下去 把它變成那個醬料的感覺 沒錯… 有沒有 好好吃喔 對 那個醬汁真的很棒 它完全不鹹喔 不會… 不會是鹹 對… 然後會瞬間化開 然後讓整個成年的香氣 對 我覺得歷史留在我的嘴巴裡了 對 好 那我們也加上洋蔥跟蔥塊 再去爆香 洋蔥都是這樣整塊的 對 整塊…的 然後雞塊 我們今天用防土雞 然後把它切小塊 我去骨了 直接把它放進來 這是雞腿肉嗎 對 這是雞腿肉 好 這樣是一大隻對不對 對 一大隻 我們現在把它放進來 然後直接下去炒 去骨的雞腿肉 而且是有這種烹飽雞 我覺得它的肉質 會更有嚼勁 更甜 對 陽光的量是蛋殼嗎 我原則上是用一顆 小顆的 那你稍微拌一下 那為什麼要拌一下 我們要讓雞肉的那個 整個蛋白質鎖在裡面 就是湯汁在裡面 會縮起來就對了 你煎過後 它的肉香才會出來 這樣跟剛剛那個才會 它在做這個魚片的那個 有點異曲同工之妙對不對 對 我們把肉鎖在裡面 很簡單 你只要記住小技巧 就會很簡單的去把它做封調 然後整個炒香了對不對 香菇 我覺得今天很特別 是如果師傅他在使用 這食材的時候 它是比較走大塊取向的 對 沒錯 我們的醬香氣 差不多一大匙進來 讓它炒一下 醬油 對 炒鍋起來之後 豆瓣 成年的豆瓣也是一大匙啊 好 然後甜麵醬 這時候甜麵醬也是需要的 對 需要的 也要加一些甜麵醬 然後先下去之後 把它炒一下 所以今天其實這個醬 我覺得它特別的地方 除了有用醬油本身之外 就是加了這個成年的黑豆瓣 還有我們的甜麵醬 對 所以它的整個感覺 好像是比較偏到甜甜鹹鹹的 對 其實我們一般 在做川菜的一個鍋品料理當中 醬燒的東西一定都是這樣子做 會比較多 好香 對 而且肉好嫩喔 真的才要噴嚼 又嫩又入味 有沒有 很彈牙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喔 其實我們一般在做川菜的一個鍋品料理當中 然後醬燒的東西一定都是這樣子做 會比較多 那類似醬包肉也是這樣子炒法 天啊 這樣炒一口就感覺好好吃耶 其實我們這樣的一個包菜 它起來很棒 來 馬鈴薯 直接把它切塊 也是一樣丟進來 可是這樣馬鈴薯 我有沒有擔心它不夠熟啊 你放心 這樣才放耶 等一下 你放心 真的 我們先讓它炒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用砂鍋來塞下去包 你剛剛不講 我以為你家要蘋果耶 沒有… 馬鈴薯 好 來 我們這個也是一樣 蔥段下去 對 辣椒段下去 稍微炒一下 我們的糖也是一樣一大匙進來 然後這個呢 辣油 只有辣油的給它點綴 給它一個油亮的感覺 對 一點點就可以了 而且因為這個洛師傅 它的辣椒是用大顆的 最後才放 它其實它的辣度也是些微的感覺 它會有那個香氣 但辣度不會那麼驚人 沒錯 這一鍋的醬燒就在這邊 我們加上差不多一碗的水先進來 好 先讓它下去燒一下 然後我們先 我們有留一半一半 對 你的甜麵醬跟你的這個 橙圓的豆瓣 對 都 剛剛沒有全部加下去 對 都留一半一半 把一些材料先把它吃完了 然後那些一半的豆瓣醬 再把它加進去再炒一下 所以你今天說會有兩種吃法是 對 一方面等一下我們煮起來 它其實就可以先吃了 吃完之後 裡頭的湯汁還可以再做利用 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稍微把它關火一下 那我們要拿一個砂鍋煲 因為我們這樣子炒 它有鍋氣才會香 對 那如果你在砂鍋炒的話 它的鍋氣不均勻 那等它煲湯的時候 你直接放進來它就均勻了 好 記得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它開火 所以現在是第一種吃法 還是第二種吃法 對 現在是第一種吃法 那我們先讓讓它煲一下 可是這個時候還沒 因為我們要先稍微煲一下 讓它湯汁稍微濃稠一些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來燒 它的醬汁 是要燒到什麼樣的程度 燒到差不多一般我們醬汁 差不多有留一點點就可以了 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湯底有沒有 稍微收一下 然後現在 它有點像勾芡的感覺 現在已經濃稠了對不對 來 很簡單 我們這個燒心酒 加番官下去 燒心酒它是成年的 而且它是黃酒 對 它是黃酒類的 所以 燒心酒 花雕 或者一般的紅綠酒都可以加 對 我覺得每次加燒心酒 那個味道 它燒出來那個酒香氣 真的超好喝的 沒錯 好 那稍微燒一下 來 聞一下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擠來 有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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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香喔 對不對 香菜根 還有我們加上的那個 蔥段 蔥尾直接加上的蒜苗 然後還有那個蒜苗 對 加大亮一點 它的那個味道就好吃了 而且它這樣整個一加下去 它的顏色 就整個亮了 它的香氣 對 所以你看 大過年來這樣一鍋 吃完之後再吃第二鍋 你看那個感覺是不是很棒 Oh my God 看起來好好吃 來 先嘗一下 真的 色彩冰燈 先嘗一下 有沒有 很簡單吧 好香 對 而且肉好嫩喔 這個才要蒸的 對 又嫩又入味 有沒有 很彈牙 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喔 忍不住 對 有嫩 但是因為 要稍微燒一下 它那個很久啊 脆脆嘛 對 我覺得它的豆子啊 有一點嚼勁 對 它很Q 對 然後重點是你剛最後加的 那個少許酒 它整個酒香氣 包覆在那個雞肉的外面 沒錯 然後大量的酸辣啊 抽一段啊 整個它那個香氣的層次感 是一層一層飄出來耶 是 沒錯 而且它馬鈴薯的部分 這樣子的時間 它就已經很入味了耶 真的假的 真的 好 吃下去一下 它有一點點脆脆的 然後製起來那個 感覺跟一般的不一樣 有沒有 真的耶 怎麼會這麼神奇 對啊 好好吃喔 那我們現在要一鍋嘛 所以 那這個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是 這個待會兒我們要試吃的 我們現在這樣吃 來 這個撈起來 而且重點是你看喔 剛剛駱師傅啊 他在做這一道醬燒雞的時候 對 時間又短 速度又快 沒錯 味道又夠 對 層次又豐富 來 那其實你喜歡加的那種的 根莖類的 像紅蘿蔔 白蘿蔔都可以加 真的喔 對 然後肉呢 不見得你要用雞肉 你也可以用火鍋肉片啊 效果也很好 是 很棒很棒 對… 就留著這樣的一個湯底 你沒有把那個所有的雞肉啊 全部都弄乾淨 沒有… 一定要留一點 對 然後加上一點點 在我們剛才剩下的豆瓣醬 剩下一半的這個成年豆瓣 跟我們的甜麵醬 稍微炒一下 直接在砂鍋裡面 做一個翻炒的動作 對 翻炒的動作 炒到它差不多了對不對 因為我們希望說這個湯底濃稠一點 然後來 我們的燒金酒的最後半杯 放進來 是 來 現在好了對不對 讓它滾一下 這個高湯就直接把它倒進來了 這是什麼樣的高湯啊 這是一般醬燒的高湯 就是用熱雞湯塊什麼都可以嗎 對 都可以 大過年有一些燒雞啊 譬如說三鹽雞肉的湯 你就把它倒進來沒關係 是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 可以加我們的白菜 好 等於這時候也是做一個 像類似火鍋類的 對… 又不會浪費 不同的湯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了 麻辣的湯底 沙茶的湯底 現在來個醬燒的湯底 沒錯… 來 這個時候把這個全部夾進來 簡單方便又好吃的醬爆雞鍋 只要用油來爆香蒜頭粒 蔥段洋蔥 再放入雞腿肉 香菇下去拌炒 接著加入一大匙的醬油 成年的豆瓣醬 甜麵醬炒過 接著我們放入馬鈴薯塊 辣椒段來拌炒 以一大匙的糖 一小匙的辣油來調味 加入200cc的水煮開後 換至砂鍋 這個時候要加入半碗的紹興酒 熬煮個五分鐘 最後加入香菜 蔥段 蒜苗 拌炒均勻即可起鍋 剩餘的湯汁 再加入一大匙的甜麵醬 豆瓣醬以及高湯 就是一鍋湯鮮味美 熱呼呼的火鍋囉 我覺得那個陳年的豆瓣 好甘甜喔 對 它不會辣 而且它的香氣 是這樣慢慢的 然後香香的 那妳有沒有聞到 那個燒心酒的那個味道 有 一點點微微的 就是有那個酒香氣 對 但是完全是非常非常的順口 好吃耶 而且我覺得這樣煮起來 又是跟剛剛吃麻辣鍋 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對 而且它不死鹹 不會 對 它反而是甘甜的甘甜的 對 因為我們在煮那個 醬燒的東西 因為我們加了甜麵醬 然後再加上豆瓣醬 如果你加上紅的豆瓣醬 就少一點 甜麵醬多一點 那炒起來跟這個味道 一模一樣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樣 真的非常適合耶 因為我覺得一方面 你可以吃到這種乾的 乾燒的這種口味 醬燒的感覺 對 但是我們又可以 完完全全利用到它的醬汁 而且做出一個 大家平常比較少吃到的口味 沒錯